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腾三期的助牙一般削底就开始出现 但是要到八月中下旬以后才能长大成可以实用的尺寸 腾三期的助牙有点淡淡的苦味 它是一种传统的中药材 内服的时候有非常好的强盛建养的功能 外服的时候可以用来吃掉跌打损伤等等 这里有个错误我们更新一下 在第二百二十世纪里面 我们说这个腾三期属于这个景天科多年生草本之物 实际上这次指的是另外一种中药 叫做景天三期 它才属于这个景天科 而腾三期属于这个洛葵科 腾三期的叶子 从六月中间开始就是铺天盖地长得非常的茂盛 生长非常迅速 但是叶子是可以作为新鲜的蔬菜来食用的 如果认为腾三期的助牙有淡淡的苦味 那么叶子也是苦味的话 那就大错特错了 它叶子是非常好吃的 如果我们这个把腾三期打汤吃的时候 就可以优先采出它的这个嫩叶部分 越嫩越好 当我们准备做菜的时候 再来采出剪叶子 这样的话就是最鲜嫩最新鲜 口味更好 在采出的时候 最好把这个叶子剪掉 保留这个劲感 这样以后还可以不断地长出新的孕育出来 吃多少就采出多少 今天我们就采出这么多 准备做一个鲜美的这个腾三期叶子蛋汤 新鲜的腾三期叶子 一般都没有虫害 非常干净的 所以采出回来以后 只是用那个常温的清水 浸泡清洗两次就可以了 喷制方法极其简单 把水烧开以后 来把这个清洗过的这个腾三期叶子 来放到这个锅里面去 搅拌一下 然后来就放这个鸡蛋 再搅拌一下 然后放入少许点盐 以及预热过后的这个橄榄油 新鲜的有机蔬菜 一般都不需要放任何其他佐料 它味道本身就够鲜美的了 有机腾三期叶子蛋汤就做好了 那好不好吃呢 答案是非常好吃 口感有点像末茶 一丁点苦味里面有 非常的香甜 腾三期叶子也有很强的补肾功能 当天晚上就睡得特别特别香 对中老人的健康是非常有帮助的 腾三期叶子也可以用来清炒 做清炒的时候 那么彩色范围可以更广一点 那些比较宽大的 颜色比较绿的叶子 也可以采收下来 清炒也很好吃的 这些比较肥大的 这个绿色很绿的叶子 照样是味道很鲜美的 可以用来炒着吃 才是回来 用那个常温水清洗一下 同样的这个喷嚼方法是超级简单的 放少许点盐和干燃油就足够了 如果时间充满的话 也可以加点这个有机倒汤头 剁成这个蒜末放进去也挺不错的 我们今天是按照最简单的方法喷嚼的 就放了这个干燃油和少许点盐 清炒什么都没有放 看看味道到底如何呢 答案是超级美味啊 就是有点像那个末尔菜的味道 那比末尔菜还要清脆一点 更香更甜 整次是超级好吃 难以至心的美味 推荐大家多种又美味又保健的腾三期吧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多订阅点赞 咱们下集继续聊